我覺得今天這個爆料 就是給蔡壁如難看 證明就是說 你自己在當立委 你的帳都管不好 都出現有問題 你要擦嘴民眾黨的事了 是 你來管 也沒有像你嘴巴的那麼Q 就說我來處理 就會沒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報復蔡壁如的第一個手段 大魚理論 現在鯊魚丟到是自己誰 把自己的小孩丟下去給人家吃 好可怕 沒有 是氣子 是丟到邊疆去的人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這種做法不是過去柯文者 是在拿來對付政敵的 丟別人的資料 都有藍綠的資料 讓所有的媒體去追藍綠 然後自己可以鬆一口氣 現在是把蔡壁如過去的血滴子 丟下去給媒體咬 然後讓自己咳一喘一口氣嗎 而且你蛤什麼蛤 就是剛剛黃哥所說的 如果蔡壁如做帳都有問題 而且是一個習慣的話 那MG149都是蔡壁如做的 蔡壁如跟了你那麼久 而且蔡壁如不只MG149 第一次的市長選舉 第二次的市長選舉 都是蔡壁如去找會計師幫你辦的 所以你沒有問題嗎 你真的覺得你就要這樣子切割他嗎 我真的覺得很傻眼啊 而且我覺得蔡壁如跟陳志涵兩個女人的戰爭 鬥來鬥去 那也就算了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上車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介入這裡面 然後真的跟著陳志涵把蔡壁如丟掉 我也覺得很傻眼耶 另外 民眾黨現在真的覺得自己很閒是不是 真的覺得自己很閒是不是 還不小心救阿伯 是不是 還連自己的衣子燒 對你自己的帳燒不完 然後你自己的房子燒不完 你現在連自己蔡壁如都丟下去 大家看起來是什麼 對小草來講 全部都是民眾黨嘛 都是你民眾黨有問題啊 其他人都沒有問題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們現在事情燒得這麼大 民眾黨還選擇用內亂 內鬥的方式來殺彼此內部的人 還是這會很擔心說 會不會誰丟出什麼黑資料 因為現在兩邊的人馬都各自很熟悉 各自都有一段經驗 你知道我的過去我也知道你的過去 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通常如果像這樣子 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你知道嗎 我們大家會選擇閉嘴 好好的就是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講出來支持 但我們選擇 起碼不要互相傷害 但現在民眾黨不是 現在民眾黨是拿刀呼殺給大家看 看誰流血比較多誰先死 我覺得這真的是讓人非常意外 小玉姐 第一個你覺得是誰報的料 第二個 因為今天蔡壁如被爆出來 是人事費拆成339筆的 報成交通費 金包蔡壁如也升是 這個報假帳破百萬元 裡面的確是蠻不尋常 說交通費都是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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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蠻整數支出的 而且沒有人事支出 好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有沒有怪怪的 但怎麼樣怪都怪不了那個 今天突然爆出這個新聞 不是很奇怪嗎 蛤 蛤 那我可以結束了嗎 我的回答 我就會已經學掉 然後我就走了這樣子 你柯文哲你 對對對可以啊 你拿4300萬現金出來 我也好想這樣回答 然後就走了 好啦那事實上我覺得就一句話啦 就現在是白內戰 白內障 白內障 現在變成白內障 懂了嗎 白是查他的內障 現在變成白內障 內障變內障 我覺得這個名言真的很有趣啦 好那先回過 先講啦 就是說 其實蔡壁如這件事情 為什麼突然會爆料 我還是 我說蔡壁如 她也不用講什麼網軍啦 其實就是你們自己黨內 黨內互打嘛 那你要問我是誰 好啦不要得罪人 我還是一個蛤子啦 蛤 有出現在我們剛剛SOT裡面嗎 是是是 有應該有 好 那就講說蔡壁如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說他被人家 他不是去年去選 那個台中市的立委嘛 對不對 然後今天就被周刊爆料 而且你看周刊的那個記者 事實上是跟蔡壁如蠻好的 是專門跑民眾黨 跟蔡壁如蠻好 交好的那個記者 他是講到說 他去看蔡壁如被人家爆料那個帳 縱觀他最有問題的是說 你看起來他聘了很多的志工 或是聘了很多的工讀生 有ABCD一直到H 很多人 那照理說你 照理說你不管是聘這些志工 或是工讀生 你應該要給人家這種薪資 可是沒講到他的薪資 就變成了這個交通費 而且他的交通費是非常的整齊 比如說兩千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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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舉例公讀生A 公讀生A他可能在8月份領得3萬2 9月領得4萬2 10月領得4萬 你看這不是一筆一筆整筆的薪資嗎 那你就好好的一筆一筆薪資 報人事費給人家就好了 結果不是 他全部都拆成兩千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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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都是用交通費的 幹嘛都拆成交通費 你直接給人家薪水不就好了呢 所以這就涉及三個問題嘛 所以就如果說他這個真的是被指控的話 他這個有三個 第一個是偽造文書啦 第二個是不是規避頭勞健保 第三個你是不是涉嫌就是幫這些工讀生 或是幫這些助理逃漏稅 那坦白講啦 今天這個蔡壁如他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他也第一時間他就坦承了嘛 對 他說他有問過會計師啦 一切合法合規 而且他也呈生是說 這就是志工的車馬費 用志工他就是給人家薪資 但是你用車馬費的名義來支付啦 那我今天也問過一些這個相關的朋友 他們也認為說 事實上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這個就是說只有那個道德觀感啊 那你說真的他到底有沒有違規或是違法 有沒有到這麼嚴重到違法的地步 那確實你要去抓他是有點難啊 那他那個像跟木可不太一樣 就是說人家尼奧時了 是完全沒有收到錢 但是你卻做到這筆帳 但是如果只要這些小朋友 這些工讀生他有領到錢 那只是說他報的科目 他報的科目 他可能就是把這個 應該給人家的車馬費或薪資 他就給他直接報成交通費 那我只是舉一個就是說 觀感上的問題 比如說他有講到說 那個廖偉翔 廖偉翔同樣聘一個H的工讀生 但是廖偉翔人家就是 同樣都同一個人喔 廖偉翔人家就兩萬塊 就直接乖乖的人家報人事費 就給這個工讀生 可是蔡壁如就用三萬二 但是他是用車馬費 也是拆兩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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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報 對 那你只能說他報的科目上面 確實是有疑義 但是為什麼要 但是你說真的要抓他違法 那這個當然也是畫一個問號 所以我就要講 那為什麼今天蔡壁如 突然要報這件事情 我當然認為就是說 這跟黨內的內鬥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還記不記得前幾天 陳志涵跟蔡壁如兩個在那邊 隔空互喊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隔空互喊的內鬥 我有去問過民眾黨的朋友 我跟他們聊天啊 因為他們認為說蔡壁如講了一句話 就得罪了裡面整票人 他講哪一句話呢 他曾經在公開講說 如果我在這個總部來花 我來主持這個 我來操盤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你還記不記得蔡壁如 蔡壁如在公開的時候有講 他說如果他在競選總部的話 就不會發生這麼多 所以他們其他人覺得說 蔡壁如把自己端得太高是不是 這一句話他說當時 大家就看到電視 大家在看電視 看到蔡壁如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們大家都面面相去 MG49跟黃哥說 那時候蔡壁如不是也主要負責嗎 對啊 這樣也是MG 這樣也是蔡壁如記得 可是你聽我講完 他們是很有趣 他們說當時大家看到電視 看到蔡壁如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家面面相去 然後第一句話就講說 你要去 你要去 年輕人的幼語你要去 對 所以他們確實是對蔡壁如 不會送 所以蔡壁如這一句話 就惹毛了大家 所以開始陳志涵 就開始反擊 就說蔡壁如你在這邊 台中當公務員 不要插手黨內事務 然後我認為這句話 我覺得今天這個爆料 就是給蔡壁如難看 證明就是說 你自己在當立委 你的帳都管不好 都出現有問題 有要插準民眾黨的事了 是 你來管 也沒有像你嘴巴的那麼Q 就說我來處理 就會沒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報復蔡壁如的第一個手段 好 所以請教到蘇陪 我覺得柯文哲今天態度很奇怪 蛤 就上車了 重點是今天事情他不曉得嗎 第二個 如果說這樣打蔡壁如的話 對柯文哲來講阿伯可以收一口氣嗎 對柯文哲有幫助嗎 鯊魚理論 現在鯊魚丟到的是自己誰 把自己的小孩丟下去給人家吃 喔 好可怕耶 沒有 是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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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丟到邊疆去的人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這種做法不是過去柯文哲 是在拿來對付正底的 丟別人的資料 都有藍綠的資料 讓所有的媒體去追藍綠 然後自己可以鬆一口氣 現在是把蔡壁如過去的血滴子 丟下去給媒體咬 然後讓自己可以喘一口氣嗎 而且你喊什麼喊 就是剛剛黃哥所說的 如果蔡壁如做帳都有問題 而且是一個習慣的話 那MG149都是蔡壁如做的 蔡壁如跟了你那麼久 而且蔡壁如不只MG149 第一次的市長選舉 第二次的市長選舉 都是蔡壁如去找會計師幫你辦的 所以你沒有問題嗎 你真的覺得你就要這樣子切割他嗎 我真的覺得很傻眼 而且我覺得蔡壁如跟陳志涵兩個女人的戰爭 鬥來鬥去 那也就算了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上車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介入這裡面 然後真的跟著陳志涵把蔡壁如丟掉 我也覺得很傻眼 另外 民眾黨現在真的覺得自己很閒是不是 真的覺得自己很閒是不是 還怕眼睛就阿伯 是不是 還連自己的粒子燒 對你自己的帳燒不完 然後你自己的房子燒不完 你現在連自己菜壁如都丟下去 大家看起來是什麼 對小草來講全部都是民眾黨嘛 都是你民眾黨有問題啊 其他人都沒有問題啊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們現在事情燒得這麼大 民眾黨還選擇用內亂 內鬥的方式來殺彼此內部的人 還是這會很擔心說 會不會誰丟出什麼黑資料 因為現在兩邊的人馬都各自很熟悉喔 各自都有一段經驗啊 你知道我的過去我也知道你的過去喔 是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通常如果像這樣子 不管國民黨或民進黨 你知道嗎 我們大家會選擇閉嘴 好好的就是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講出來支持 但我們選擇起碼不要互相傷害 但現在民眾黨不是欸 現在民眾黨是拿刀呼殺給大家看欸 看誰流血比較多誰先死欸 我覺得這真的是讓人非常意外 那我要講的是說 開心起來了 這個開心喔 所以這也是回過頭 剛剛舉進所問的 最近的這一些事情 包含陳佩琪看房 誰知道 他看的房是沒在市面上流通的 他自己寫出來的啊 誰知道 沒有在之前就已經有啊 有林冠年不是先爆料說 陳佩琪去看房嗎 是誰跟陳佩琪爆料的 一定是他們內部的人嘛 對不對 然後陳佩琪知道說事情大條了 把所有他看房的紀錄全部寫出來 然後還有人爆料說 陳志涵陪陳佩琪去看房 這也是內部的人才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剛剛林玉姐所說的 內鬥這一件事情 絕對不是只是丟蔡壁魯的帳出來內鬥 包含現在大家看到台面上的這些料 甚至林嚴峰所知道 昨天開記者會的這一個料 是不是都是他們內部的人丟出來 而且丟的時間點很精準嘛 昨天嚴峰開記者會的時間 台北市議會正在幹嘛 正在調查金華城 正在調查金華城 那個彭政生正來調查對不對 可是嚴峰開的那個精準會 因為量能跟震驚實在太大了 把所有的金華城的 這個能量全部吸光 然後就逃避了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昨天大家都沒有問 金華城裡面黃珊珊到底代表 有沒有立場 金華城裡面黃珊珊到底 有沒有接受了審慶經的陳情 你知道昨天完全沒有人追 所以這只是陳志涵 陳志涵跟蔡壁爐嗎 還是還有更多的人在後面 黃珊珊有沒有介入 另外黃國昌很安靜 最愛連連看的黃國昌 到現在都沒有發生 他對於這一團亂 他到底是踹一腳 還是在旁邊隔山關虎豆 還是在旁邊山火 我也覺得非常好奇 他今天應該很快會發生 他應該會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嘴正文燦 但是黨內事務已經發了 是嗎 這顆文哲花了4300萬的現金 4300萬的現金去買一個辦公大樓 黃國昌你連嘴都不敢嘴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到底是在等 還是真的不敢嘴 我覺得我對於這整個民眾黨的 這團亂戲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奇 黃國昌在暗笑 沒有而且我覺得 這後面是有劇本的 這後面真的是有劇本 一定是民眾黨內鬥 到底是誰在寫那個劇本 我覺得這很有趣 好 所以請教一下貓 因為現在就有人說 柯文哲不是說他們認真查帳嗎 沒有想要查的是蔡壁如的帳 重點是 你說蔡壁如有請你出貨火鍋 那這件事情 蔡壁如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會覺得難過 我那個時候可是賣個好大人情給他 還記不記得兩年前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我被小草出征 那時候被小草出征 我就想說好 你們小草出征 我每天貼你們一個候選人的 前科的司法判決書出來 那就每天貼 那時候就是每天貼 貼到大家都覺得說 民眾黨裡面就只有黑道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蔡壁如就找人來 就說要約吃火鍋 吃火鍋他也對我蠻禮貌的 我會想說你都請我吃火鍋 好 那我答應你 我以後不再 我就不報民眾黨這前科的八卦 對 所以他心像是民眾黨 那怎麼現在被黨內出生成這樣子 你一頓火鍋就被摸頭了 一年 對 我覺得一頓火鍋一年差不多 柯文哲可以 如果請你吃一年牛排 我以為是吃一年火鍋 沒有 我跟你講 那時候是找鳥架 現在行情不一樣 現在可能 對 現在落那麼大 已經不是一頓火鍋可以了 那你怎麼看 今天蔡壁如被延伸出來 這一個夾頭事件 我覺得這個一定就是 內部拿出來講 因為現在重點就不在他身上 現在重點就是在柯文哲身上 包括我們這幾天就是 批判他的一缺有的沒有的 媽媽 我幫你插一段話就是 所有會去查帳的人 全部坐在這邊都要看柯文哲 他可以顯示說 你前一天 那個關鍵字搜尋最多的是誰 然後現在第一名 每天第一名都柯文哲 第二名就是賴清 前幾天有那個 有那個減蘇培 他上個禮拜有排到前十位 對 但是一直都沒有看到蔡壁如排上來 苗柏亞也一直在上面 但是就沒有看到蔡壁如 就都沒有人在查 那為什麼會有人查得到 那就代表說是內部的人 知道的 好好給他拿出來餵鯊魚 一定是這樣 所以自己人殺自己人 會不會搞到最後 民眾黨是真心團滅的人 結果是自己人搞的鬼 好 重點是蔡壁如今天 喊話柯文哲怎麼樣 打斷手骨 反倒勇 要挺過去 現在是互相取暖嗎 這是一個人的一部 還要不得到 第二名是 是真心團滅亡的人 是真心團滅亡的人 是真心團的 現在是真心團滅亡的人